当地时间21号,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发表称,我们对中国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居留的两名家公民表示关切,并呼吁中方立即释放他们。 弗里兰表示,加拿大是个法治国家,孟晚舟将会面对公平、公正和透明的法律程序,加班会尊重包括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在内的国际协议,不会妥协或将法治和正当程序政治化。 此前,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,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弗,先后被中方依法拘留。 多日来,加班对此事一直采取谨慎态度,为做出强硬表态,也曾主动提出,不应,将华为CF而孟晚舟背扣,和加工民被举两件事联系起来。 加拿大外长的最新表态,与之前的谨慎态度相比,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 据悉,加拿大政府二十一日传照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,表明加班的立场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就在加拿大正式要求中国释放两名被居加拿大公民的发出后,美国、英国、欧盟也纷纷发表,为加拿大站台帮枪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·帕拉迪诺二十一号发表称,加拿大尊重法治,在孟晚舟案中执行了公平、无偏见和透明的法律程序。 他还声称,加拿大正旅行引渡条约的协议,美国和加拿大,将捍卫和维护法治原则。 最后,罗伯特·帕拉迪诺,也对中方居留家公民表深切关注,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。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·康特,也因五杰蛇般附述了美国方面的表态,表示相信加拿大尊重于美国的引渡条约,同样也对中方居留家公民表深切关注,并声称,中方可能出于政治原因,居留了这两人。 欧盟的表态已几乎如出一辙,表示,中方居留着两名加公民的原因,引发外界对在华和法研究和商业行为的担忧。 临日来,孟晚舟被非法扣留事件,和两名加拿大公民,被依法居留案,已成为中国外交部续行记者会的热点问题。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,关于非法居留加公民是不能接受的,他们应该被释放的表态。 外交部发言人王春莹17号在例行记者会遇针件写的回应了所谓的门方关切和要求。 他说,当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,美加还自诩遵守法治和规则,令人吃惊。 在我看来,这无异于现代版皇帝的新装,无论他们以什么弹簧的托词,披上什么合法的外衣,都无不带写着对事实的无适合对法治的蔑视,将是人取笑。 12月21号,针对有媒体称,中方从早到晚对贝克拉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进行询问,不允许他与律师见面,只允许加拿大外交官每月对他进行一次领事探视。 并质疑这样的待遇,是否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? 在表达了中方依法保障康明凯的各项合法权益后,华春莹把问题抛给了记者,你很关心康明凯的各种待遇,但我不知道当时加方英美方要求非法质押中国公民时,你们有没有关心过他的待遇和他的权益问题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